今天這集呢是瑞士四天三夜總共花多少錢 我想你們應該會很好奇 因為瑞士是全世界物價最高的國家 那我們這次就來做個計算 看一下最後到底會花多少錢 想看我們這幾天去哪裡玩住了什麼樣的地方 可以看前三集的攻略喔 首先我們是從英國倫敦的西斯羅機場 搭英國航空的經濟艙 飛行一個小時50分鐘到瑞士的蘇黎士機場 機票價格約台幣8259 再來是住宿三晚 兩張單人床共用衛浴廁所 房間有一個小陽台跟洗手台 含早餐不含晚餐 三晚一個人的價錢是 8727平均一天一個人只要2909 相對來說我們在英國倫敦住的飯店 一個人一碗就要3800塊 天室 這裡可以吃東西 它還有一個窗戶 現在晚上看不太到 重點是我們的房間在最最最最最最最走廊的最裡面 這裡是廁所 整個大理石風格超級美 而且還有浴缸 它這裡的插座超齊全的 幾乎每一國的都有 但是很多都沒有電哈哈哈 瑞士交通的部分 我們事先在網路上購買4日的通票 交通工具都可以隨意搭不用煩惱怎麼買票 直接刷這張就可以通過了 通行准4日的價格是 台幣8727平均一天的交通費為 台幣1874塊 第一天我們加購飯店的晚餐 一個人是51.8髮廊 大約是台幣1881塊 上少女風的車票我們再花了149.8髮廊 約台幣5439塊 在歐洲最高的商店少女風車站 買的紀念品一個巧克力加一個磁鐵 13.8髮廊約台幣501塊 在少女風車站吃的意大利麵 17.8髮廊 還有薯條9.2髮廊 我附了5髮廊 這一餐共花了台幣980塊 車站買的湯匙巧克力一根0.95髮廊 我買了5根共4.75髮廊 約台幣172塊 在格林德瓦的酷普超市 心心念念的莓果汁跟鮪魚麵包 兩髮廊 約台幣72塊 後來我在車站看到一樣的莓果汁 價錢卻貴很多 所以它在每個超市的價格不太一樣 歐洲的水龍頭都會有很熱的熱水 所以沒有計算到的費用 我們的晚餐都是吃我們自己帶的泡麵 跟熱水泡不熟的白飯 你到底在幹嘛 不是我的那個叫微波的飯 這個水不夠了 我在裡面泡了應該我 用這個白飯用了2個小時吧 然後後來我就 乾脆直接把水不加到飯裡面 變得泡後面的方式 所以我就泡了非常的久 所以現在是太多了嗎 一點軟 但是有些死定肯 至少吞得下去 放在這個水上 現在都已經十點多了 最後我們要去義大利的時候 在蘇黎市車站吃了 雞肉烏龍麵 13.9法郎 小小一碗就要台幣504塊 真的是完全吃不飽 還買了一盒沒有甜的草莓 3.3法郎 台幣119塊 還有一罐大罐的柳橙汁 我法郎181塊 最後到底總共花了多少錢呢 機票8259 住宿8727 交通12936 吃東西3736 紀念品673 總共四天三夜花了台幣34331塊 在瑞士的這四天 我們看到了人生最難忘的風景 不管花多少錢 我覺得這些都一定是值得的 明年我一定還會再來瑞士的 瑞士我們下次見 喜歡這系列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的義大利系列 我會一一為你們公開我的旅行費用 上次真的是被其他YouTuber嚇死了 不然我一定會多待瑞士幾天哈哈哈